首先我们将机器 以后的两个小片进去看看 然后这里可以 然后还要进去 然后我们将这六个螺丝 取出以后我们将继续翻转 然后手指按住这个地方 然后盖住 这个是我们的马达 我们换马达之后 这个先把它撕掉 然后马达 马达这里有两颗螺丝 这里一颗跟这里一颗 把这两颗螺丝取掉 取掉这两颗螺丝之后 然后马达就可以这样斜着取上来 然后让光机柱子先打上来 然后我们再把这里拆掉 然后我们用链子两个尖伸进去 然后斜着45度角往下踏 然后往后翘一下 然后我们这样马达就已经取下来了 然后我们再将我们的新马达装上去 装上去的时候 这一个马达的这个卡扣 对准这个光机调校杆 先卡进去 卡进去之后 然后我们再往下放 往下放的时候 两个孔位跟固定住 这里全部兑好 兑好以后之后我们再上螺丝 然后螺丝上好以后之后 我们要把这根排线 然后再插回到这个排线接口里面 就是要上碎我 说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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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机器开机以后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调教的图标 我们按照机器的调教 两条件它是否能正常的调教具 好 我们上下两个按键全部试一下 然后它可以调清晰 可以强模糊 我们再顺便试一下遥控器 然后确认遥控器和机身按键都可以 调整清晰 调整某多 焦距调整没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下 我们就把机器关机 然后我们再把这根排线固定到这里 固定好了以后 我们先装机器的前列装饰键 然后这里的卡扣必须卡进去 装好之后我们再把上盖合上 合上去之后这里是没有缝隙的 然后底部这里也是一样 这样合好之后两边都是合整 然后我们再把螺丝锁上 脚垫贴回去净了 然后我们再把螺丝固定 这样我们的马达就已经更换完成了 然后盖好盖之后这里是没有缝隙 全部要装合到位 如果说有缝隙的话就是没有装备到位 需要拆开螺丝 重新装备到位之后再封